这款圆音机 这款的话 美迪的 两个风轮的 然后它是特锡的 不需要躺下来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面板先开 然后左右把螺丝拆了 把面板拿掉 然后中间是两个风轮的 看一下很脏了 等一下看一下 洗出来之后有多干净 我们先拆这个面板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面板是这样架起来的 用镇子架起来的 没办法 它这个两边的螺丝已经生锈了 已经生锈了 你们不要跟我说 用什么除锈剂 什么松动剂之类的 拧不动 生锈了 没有必要去尝试 这种不确定的方法 知道吧 我们还不如就这样架起来 只要能够把风轮拆掉 把你们的涡轮洗干净 面板洗干净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过滤碗 长一刀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看一下这个风轮 确实很脏了 确实很脏了 来看一下这个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风轮 它的这个螺帽拧不动 我们用大地勤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风轮已经拆下来了 这个是涡轮啊 好了就不拍了 等一下洗完了再给大家拍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药水已经喷上去了 后的以后敞了一遍 把药水喷上去 看到没有 它就已经变滑了 正在滴油了 正在滴油了 稀释两分钟 然后用刷子刷一遍 用麻布扒一遍就可以了 很多人问我这个风轮怎么洗的 就把它泡在里面 泡在里面 然后拿出来 拿出来 用刷的刷一遍 然后用刷子 把这表面刷一下 然后用清水过一遍 来我们看一下 洗得好干净了 两块过去吧 还有我们的风轮 看一下洗得好干净了 看一下 还有我们的银银机 欧轮 欧轮 上面洗了吗 好 等一下给它装上 现在给它装风轮 也洗干净了 然后两个风轮 怎么样分左右 它的叶片 往左的就是 就是左风轮 它往右边斜的 就是右风轮 对准里面的凹槽 给它装进去 对准这个凹槽 走前上面的 好我们现在插电 试剂照明 现在是双电机 启动 然后就可以了 今天就拍到这里 很干净了 把那个密码 抬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两个手 两个手 左右两个手抬 看一下 很干净了 可以了 好